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 今天的主题还在修波罗密故事第16集 今天的小主题是磨练智慧的方法 要听之前,要磨练之前,我们先复习 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 是为了修行正德涅槃 为了修波罗密累积功德 所以在每一天过生活 不管有行动管制还是已经解散了 各位都要精进努力在一起修行 诵经,打坐 这样的话才值得我们生而为人 获得这个肉身来人间修波罗密的 我们先听一点法法 摩练智慧的方法 怎样摩呢 主是所谈的成份 成份是7的成份 摩练智慧的方法 这是7的意思呢 成份是身体中央 身体中央第七处 身体中央第七处是我们心的安住处 此外也是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 早上醒起 生死睡醒之处 投胎往生也是离开这一点 投胎就进入这一点 生死睡醒的地方 此外也是向往涅槃之处 另外身体中央第七处是成功与快乐的渊源 除了身体中央第七处 还有第一处鼻孔男幽女左 第二处内眼角男幽女左 第三处脑部中心 第四处口腔上二须 第五处喉部 第六处肚脐 第七处肚脐上方两指宽的高度 刚才所讲的 每一处都有它的重要性 不过最重要是身体中央第七处 不过最重要是身体中央第七处 当各位的心静止下来 就会回归身体中央第七处的 向往涅槃的地方 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 佛陀用来成佛的方法 也是诸阿罗汉用来修行成道的方法 只是怕蒙昆天木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而已 传承到法圣师傅时代 法圣师傅在十多年前就开了梦中梦幼儿园学校 开示了许多年 董平解释借用梦中梦幼儿园学校的内容 来补充解释给各位听而已 所以我们先向两位导师 祖师跟法圣师傅顶礼 顶礼祖师跟法圣师傅 拜师完了 重要重要拜师 佛法虽然神奥但容易正德 初步修行不能动脑 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天天复习 否则的话就会忘记 会动脑 动脑了就失败了 学习静坐呢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 简单 轻松 舒服的宁静在身体中央第七处 修行的境界呢 当各位幼儿园毕业后 马上获得博士学位 能学习法教理深奥的法 想学吗 想学的话要每一天练习 练习怎样练习呢 就是正念跟舒服啊 维持下去 平衡它 维持下去 过不久啊 各位的受想形式自然就会合而为一 静定下来 让各位呢 看见 Bathamak Makha 就是处到 它的中心点 静止下去 就是中道了 佛教可以比喻成一片木片 这片木片呢 外围是 意识跟文化 所以当佛教存入各国去 就会入境随俗 意识跟文化可能会变 但是理面的 第二层三层 第四层呢 理论实践跟验证呢 Baryatibati Batibati Batibet 不会变 各位大德 这是佛教的整体 不过当我们年纪大 或者是时间少呢 要重视时间赶快验证 佛法 到底三宝在哪里 是不是在我们身体中央第七处呢 三宝的长相是如何啊 要验证 要证得法神 我们要听顾纳南陀长老之前 来看长老的视频先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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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龙屁也思考了 一下子要 梦中梦幼儿园学校 苦难难驼长老 最后一集 这一集是最后一集 是法圣师傅教导沙米 内容是教导沙米的 不过我们各位观众呢 是在家局势 要不要分享这一集呢 不过想来想去啊 就分享比较好哦 反正 反正我们也会知道说 法圣师傅如何教导沙米 另外也是可以鼓励 小朋友呢 出教为沙米 叙佛回命 也会知道沙米的重要性 来看哦 沙米是佛教生命的奠基石 很重要哦 佛教的生命的奠基石 佛教的东梁 沙米是获至上善基元的幸运者 嗯 不是缺乏机会啊 而不是缺乏机会的小孩 因为有些人呢 认为沙米是缺乏读书的机会啊 才去出教为沙米 不是不是 是获至上善基元的幸运者 沙米有很好的 有好的机遇备培育成人才出众的生人 念对吗 以佛教英雄姑那南多长老 做点饭呢 热爱沙米的生活 珍惜佛教 所以呢 沙米呢 是有获得机会的幸运者呢 要珍惜自己的出家生活 嗯 要珍惜佛教 要以苦难南多大长老为生命的典范 嗯 据捍卫正等正觉佛陀之法的精神 沙米也有这种精神 捍卫佛教 捍卫佛法 也为利益人天有贡献培养沙米 如幼幼苗的成长 长大受比丘 借后啊 就可以续佛毁命 继承弘扬正法的重大任务 嗯 世界上少有人出家为沙米啊 各位大德 对吗 沙米是人类中的钻石 不过在众沙米中啊 也有更难找 如同 顾纳南多长老 想要捍卫正法 捍卫佛教的沙米 对吗 嗯 伟大的沙米 不过每一位沙米都可以学习 顾纳南多长老 增加 钻石的量 啊 沙米必须训练好自己 嗯 怎样训练呢 从简单的练习 像思想家一般做开始 嗯 例如关于功德啊 功德的问题呢 沙米先假设自己 是在家局势啊 为了想知道功德的意思 而提出呢 一百个不重复的问题 嗯 光谈到功德啊 沙米要试着想出 一百个不重复的问题 来问自己啊 假设是局势 不过现在要 不能动脑了 静坐的时间 到了 夜晚的黑暗中 也有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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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中 也有福 障碍中 也有机会 透过 透过修行静坐 对世界现况 和不正常的生活 感到心烦的 这颗心 也能体会 也能体会到快乐 所以现在开始 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 静坐 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 眼睛围窄 舒舒服服的 闭上眼睛 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 让自己感到舒服 没有任何部位 没有任何部位 绷紧 放松全身的肌肉 整个身体 从脸部 头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的两侧 都感到放松 双腿 直到脚指头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 清净 后面 后面 没有拦忧 没有拦忧 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 都放下不理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 不管世界现况 是怎样 把伤害 我们心的那些事 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 放下万元 方法很简单 把平常到处 把平常到处 空旷的地方 空旷的地方 接引心 回来 安住在体内 把心 轻松地安放 大概 安住在 肚子的中心 或哪里 舒服 就放在 哪里 让心 轻松 舒服地 安住在 身体 身体的 中央处 如同 羽毛 慢慢地 飘落 水面上 不让水面上 产生 波纹 让自己 连续的 感觉 感觉 心 已 回归 体内 轻松地 安住在 体内了 我们 我们可以 轻松地 意念 自己 熟悉 的 画面 比如 太阳 月亮 或天上的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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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yptians 轻松 触里 轻松 pul 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 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 Samma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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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罕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静的东西 萨玛阿拉罕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 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静静地 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罕 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 慢慢地散发出去 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 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 我们会神奇地发现 自己也能让心指定 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 每天继续做 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 如同吸气 吐气一样 不用动脑 也能呼吸 我们就能 训练 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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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 透明 清静 透明的 这颗心 能连接 内在的 内在的清静能量 防护体外所有不清静的东西 清静的心 清静的心 将让我们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做好事 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 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 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静坐 所产生的清静气息 将散发出去 保护地球 为主 您正在清静中 他在我们 体内 满满的 产生 默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 静静的意念 此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 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扩大 覆盖到家人 邻居 而却求人类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 传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全递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 大苦化为小苦 小苦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变成大了 已经很快乐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象我们 正在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临过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类 身心快乐 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法闷 和一些疾病 让此清净的能量 回向给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不管已经往生 还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具有心力 脱离痛苦 灾难 疾病 一些障碍 一些障碍 一些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 一些痛苦 灾难 也愿 愿此清净的能量 这颗地球 让它透明 如水晶或钻石 只剩下清净 脱离一切污垢 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 或内在控制忍心的 贪身吃发脑病毒 使人类互相误解 冲突杀害打仗等等 让世界转换进入 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 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 覆盖传送保护世界 是世界超脱不清静的一切 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 感觉快乐了 那现在请每一位 慢慢的 张开眼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兰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刘兰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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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等等等 然后 沙迷们 种沙迷就分组查资料 来讨论 再整理这些资料啊 收集起来 这是方法 怎样训练沙迷 假设我们是困难难陀长老啊 怎样回答一百个不重复的问题 这样的练习下去啊 避免单向的思考学习法 例如说呢 单向思考 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单向的思考 有很多方法 各位看哦 嗯 嗯 这才不是单向的思考 嗯 因为一加一等于二啊 就只有一个方法 对吗 嗯 但如果问说 怎样做才获得二 答案会有超过一百万个方法 哦 神奇哦 嗯 例如说 四 减二 等于二 嗯 对吗 五 减三 等于二 嗯 六 减四 等于二 就推论下去 知道 一百万零二 减一百万 也等于二 嗯 嗯 然后 十一 零二 啊 减十一 也等于二 等等 等等 对吗 超过一百万个方法 只要认为我们换个问题 很神奇哦 只要换个角度想 就差很远了 各位大德 然后把这样的思考方法呢 应用在佛法上 例如 功德 恶业 布施 持戒 和静坐 等等 每个主题也给出一百个不重复的问题 然后 撒迷们呢 就互相帮忙解答 嗯 这个方法 法生似乎常用哦 就在 梦中梦幼儿园学校呢 出一个主题 给大家呢 比如说 酒啊 请 呃 告诉 师傅 呃 一百个不重复的 酒的害处 哈哈 酒的坏处 就写出来 不过 不只是一百个 坏处啊 好像超过一百啊 一千多 嗯 如果自己不能回答 撒迷们呢 就请 请教指导法师 或翻阅佛经啊 或佛书等等 这种思维力的训练法呢 能扩张撒迷思路的实用性 嗯 撒迷就会更聪明 嗯 人人都有智慧 却不是多懂得善用智慧 嗯 对嘛 智慧是多用多增长 少用少智慧 正如刀不磨会变顿 嗯 想要有智慧就要动 动脑 呃 不过 也不止 也不止 动脑啊 各位 呃 各位有听过 呃 五爱智嘛 嗯 五爱智呢 四五爱智 是度众的能力啊 呃 度众的能力 或者是导师的能力啊 红法的能力呢 呃 必须包含这四个能力 呃 当波罗蜜圆满 就会获得 四五爱智 当波罗蜜还没圆满 就没有得到啊 呃 可以分为大类 分两种呢 一种是 呃 没有四五爱智 就 无法教导 他人 就没能力 可以 度众 第二种阿罗汉呢 生生世世啊 磨炼自己的能力 度众的能力 所以 正阿罗汉过后 就有四五爱智 嗯 法五爱智呢 就精通佛法 精通佛法 嗯 了解法的 所有的 内容 一以外智呢 就是 能解 了解 它的意思 嗯 第一个步骤就是 了解所有 有哪些资料都 都知道 第二个步骤更深呢 就是 每一个字 每一行的 意思 都懂 嗯 因果啊 第一个是因 后面是果 呃 第三呢 词五爱智就是 语言能力 对吗 要红法 要有语言能力 要度众 要有 语言能力 呃 约说五爱智呢 呃 呃 就是 这是 灵智应变 啊 当对方 问问题 有能力 可以马上回答 灵智应变 好 就是 听了 善用能力 善用能力 在行善啊 不管某方面的能力 拿去行善 才会产生 那方面 特殊的 更特殊的能力 不是普通的能力了 因为有功德加倍 就变成波罗蜜 各位 所以呢 善用智慧去行善 呃 才会产生智慧波罗蜜 波罗蜜 波罗蜜 呃 所以普通 啊 不是说 不是说 呃 空手而来 不用做什么 嗯 要 要善用智慧去行善 既得 各位 而且呢 要产生波罗蜜呢 接近心力行善 才会变成智慧波罗蜜 波罗蜜 也像 呃 呃 方式 要 多 方向 思考 呃 解论呢 从困难难驼长老的典范 故事里呢 我们已认识到 从小出家的三米不是缺乏机会 而是获得机会的幸运者 啊 漂亮啊 嗯 三米们很中严 所以佛教师众必须 啊 复苏觉醒呢 精进学习佛法 爱护 呃 先辈们 为 呃 捍卫而牺牲的佛教 佛教得以存成下来到我们时代 难能可贵 必须 必须 呃 服辞后代 者孙和全球人类 这是在曼谷 Central Word 啊 曼谷市中心呢 呃 呃 难得就是 多几年前啊 佛历二五五六年 呃 二五五六年 今年是佛历二五六三年 嗯 这几件啊 哈哈哈哈哈哈 正等正觉佛陀之法是高尚无比的知识 充满意义深广的真理 并且能实时验证的 若我们是明理之人就必须相信因果 嗯 世尊教导的因果之律和八正道 啊 哪种教义不涉及八正道 这重要啊 表示 那里无有圣人和贤人 啊 哪 哪些宗教啊 没有谈到八正道啊 各位大德 各位要知道 那些宗教就没有圣人 嗯 这是佛说的 那么 要在 那里寻找圣人啊 就没有八正道的宗教呢 如同在空中寻找鸟的脚印一样 绝对找不到的 你去找鸟印 空中鸟的脚印 哈哈哈 找不到的 世尊的教导呢 让世人了解生命的真谛 且能拥有正当的生命 不犯错 也能达到生命的究竟目标 就是涅槃 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时间啊 各位大德 我们必须跟时间竞争捍卫佛教 正等正觉佛陀之法的诞生 需要历经许多阿僧奇大劫的时间 世尊也必须精力呢 堕裂了无数事 并竭尽心力的修波罗蜜直到最后一世 当波罗蜜远满才发现正法 就这么难得 正法不是容易听到的 各位大德 可见正法实在是来自不易的 不容易 因此呢 我们必须以 顾纳南陀佛长老 作为自己的生命典范 犀牲一切 来捍卫佛教 让正法 永恒注视 利益于人类 和诸天人 已经圆满结束了 顾纳南陀佛长老的故事 我们来看呢 去年在法身世举办的万卫三一顿集处间活动 法喜法喜 谢谢啊 我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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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 我们应该按照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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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